各位尊敬的现场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下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非常高兴 将要举办的是一个经典的活动 那么这个活动呢 是由我们今天要举办的是 刘晓庆电影经典回顾 即2024农年迎春晚会 今天是新闻发布会 感谢各位的光明 那么非常荣幸 我呢是今天的主持人李昌林 在这个龙年的初三的大好日子里 在这里首先要对大家表达 我们新春的祝福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 身体健康 平安 快乐 那么我想也跟大家呢 说几句我们龙年的祝福的话 大家都知道啊 龙年是中国人特有的一个喜庆的年份 在这个年份里面我相信呢 接下来这番话送给我们在座的各位 以及我们这次活动的主办方的各位 我们这番话就叫做龙年 我们希望有四门大开 首先是我们的福门开 祝愿大家福满乾坤 人开怀 第二个呢是喜门开 祝愿大家喜事连连 天天尽财 第三个呢是我们的龙门开 祝愿大家龙腾虎月 行大运 最后一个是财门开 祝愿大家财员 广进滚滚来 那么今天这个活动啊 非常的开心 在这里呢 请允许我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 我们这一次的刘晓庆电影经典回顾 及2024年龙年迎春晚会的主办方 他们是组委会的主席 潘维湘先生 本次活动的策划人刘东明先生 缅接电视剧的投资人易锦生博士 本次活动的导演小英 舞台总监 平惠子 热烈掌声献给他们 好 我们这次舞台的音响总监 孙杰导演 好 根据我们今天的新闻发布会的流程 接下来呢 我们观赏中国电影传奇人物 相信呢 也是在座各位 从跨越了世纪的偶像 我们的刘晓庆 表演艺术家的视频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看 纵横景谈四十年 2010年 笑傲群帮他朋友烈火 他实属在逢尘山海 顶利人士和酸甜苦辣 他特地移行 桀骜不炫 他的举手投作 一批一笑 为他用公众的主意 他肯定积赏 向民提前 愿满天下 他心笑雾霸 金城隆章 他就是集演员 制片 导演 大中文化产业经营者为一生的美丽玉神 刘小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刘小庆 1章 2章 330 2章 2 said 2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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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我们的真诚四川川域同乡会会长 他还在路上 他还在路上 川普餐饮集团CEO明哥 明哥也没有 OK 前任旅美湖南同乡会会长张文生 他也有一点事情 前任的四川川域同乡会宋伟 也没有到 也在路上 一家国际三冠集团董事Amy Amy 她带你一下 你带你站住一下 她是代表 你站住就好 中美商会秘书长Sherry Sherry她也没有来 太阳能集团经理Jessica 全美华人乔团秘书长王健英 OK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本次的活动的舞台 音响总监我们的JVS 影视制作公司孙杰 新泽西爱乐合唱团团长胡薇薇 还有刚刚从广州在玉归来的皇后化院院长刘比华 接下来还有我们来自敏极朝团的刘爱华主席在吗 原亚洲银行董事长Juli Wang 贵州华好一生康养集团董事长陈爱卿 纽纽约日本参联锁店董事长Daniel Chen 他还在路上 好 还有我们东方要领董事长王大伟 美国有吗 王大伟王先生你好 美国新梦教育集团董事长Angela 好像我们的这个联合会的桥 那华侨社团联合会主席乔丽华 还有我们联合地产董事长Henry河 下面还有美国纽约华人联合会理事长黄启旺 纽约华人喜龙协会会长历胜利 历胜利 加起来了 加起来了吗 加起来了我就喊了 华裔小姐选美会总裁何佳琪 没来 来过来过 上海旅美同乡会会长周云 财产保护者协会执行总裁Michael Wang 来了吗 还没到 好那么这个名单我先念完了 如果有补充大家不要着急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时间 下面我们先请出主办方的代表上台致辞 请制作人你看是谁先上来说 好的那我们请以热烈掌声欢迎 本次组委会主席潘维湘先生致辞 谢谢您的各位来宾 欢迎回你们大家下午好 我非常荣幸你们在这里组织这个会议 那么到会的嘉宾我们可以说是高等满座 嘉宾如雨我不好不方便一个个介绍 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所以我不想荣幸在这边做一个新闻华物的一个简短的发言 今天这个主办单位是我们美国分工国际计划 我们的计划公司在美国深耕三十多年 我们的公司的企业已经屁股全美国 以及南美多像哥伦比亚 以及巴西西亚的国家 我们开始跟中国进行大量的这个国际贸易 那么我作为一个第一批国家公派进入美国大学 在哥伦比亚学习的留学生 我非常的高兴不仅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同时也开始把我的眼光投入到文化事业上 那么就是因为这样的思路 才使我今天有幸的能够来组织 尤晓星电影回顾金兰 这个回顾以及这个影春的这个王会 那么举办这个王会的目的 就是想通过回顾国际巨星和这个中国影后尤晓星 来回顾我们过去一段难忘的五国的岁月 我的半辈子是在中国度过的 后面的半辈子是在美国度过的 所以我们这两个国家都是我们不能够忘怀的一个 一方面我们回顾过去的罪人 同时我们还要分路我们当下在美国的这个移民的文化生活 尤晓星是中国电影上一个传奇的人物 他在众多的电影影视当中演绎了不同的人物 他们都活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他还将主演将要在美国拍摄的 谷泽林这部电影 那么他通过这个电影 也要让中国的电影的文化走向世界 他通过电影发挥了神奇的力量 我为刘晓星写了一首《西律》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一幕长青 几代长 荆棘破晓 白花香枯 小花轩妹重奔喜 初振夫妻 患难上 醉意分华歌绝代 令年宫阙 宋强堂 穿越千年 新星期 小庆原来是妹娘 那么刘晓星也收到我这首诗 她感到很高兴 那么我这里跟她来分享 这首诗把她经历了几个主要的电影作品 做了一个回顾 同时她也最希望人家把她说成是妹娘 这就是为什么在她的女生当中 她要完成一个大的事情 就是拍部关于古则天的电影 她将要出演这个电影的主演 这就是为什么她来到牛肉 很快大家就跟她见面 那么她会出一个晚会 那么她要演出 而且她要做非常惊人的化妆造型 那么她必将能够经验存在 刚才我跟曹晓姐通了个电话 她也非常高兴 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 为她举办一个专裁的一个新闻化妇会 同时我在这里广下 感谢广大的侨胞 广大的商界朋友 和她的千千万万的粉丝 没有你们 我们不可能只是这场盛会 举办成功 我们期待能够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促进我们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增进我们两国之间的理解和友谊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潘先生 我刚才听您的这个致词 我发现您肯定是 小庆姐的一个忠实影迷 是不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您的这个文化程度 实在是太让我惊艳了 那您刚才这个提到了很多 跟于小庆姐的一些联系啊 各方面的 我想问一下您本人 您在她主演的所有的影视作品中 最喜欢的是哪一个戏呢 或者哪一部电影呢 那么也可能就是最近我最知道的 还是武则天 武则天 电视剧是吧 电视剧 能够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您把它作为您心目中最好的 小庆姐的作品 因为啊 小庆姐演了很多很多的电影 但是能够传之厚大 能够传之轻语的 一定是个大批 如果您演一些啊 您的老百姓 这个当然也不错 但是能够传之轻语在 轻语上永远的 应该是大大型的作品 嗯 那么 他演得不错了 但是我们还认为他还应该 通过一个比较 更高大上的一个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那也在 通往美国好莱坞的道路上 再加一把电影 所以说电影这个 这个武则天 就是估之欲求 所以我们 在那个我们的易景臣博士 还有我们的亲戚下 游小军很荣幸的跟好莱坞的电影团队 有了联系 所以我们作为他的推动者 我们希望这部影片能够成功的登顶奥斯卡 金像 谢谢 的确 您把那个麦克风放在前面 的确 我也觉得这部电视剧是 当年轰动一时 因为他从年轻的 这个媚娘一直演到最后的武则天女皇 的确挑战很大 那么事隔多年 如果今天再去挑战同样的角色的话 可能难度又要更上一层楼了 我们也非常期待 最终能够 啊 就像我们刚才 我们的潘主席说的那样 能够登顶奥斯卡 好 接下来 请隆重的 介绍出来 下面就是我们本次活动的策划人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呢 我跟东明认识很长时间了 那东明呢 在整个纽约的文化界 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金字招牌 他当年呢 曾经在 很多的这个大型演唱会 作为制作人 我记得我和孙杰 我的孙哥一起 还曾经在东明的这个策划之下 参与了苏瑞在纽约的一个演出 对 那么今天呢 呃 东明还是 在直播 在很多新媒体方面 做出自己的贡献 同时 他也将刘晓庆带到了纽约 掌声欢迎我们这次的制作人 东明 哎呀 刚才我们 这个女产名 这个大牌的这个主持人啊 风格 把我捧了一下啊 谢谢谢谢 我也是个普通人 我是 刘东明 是美国梦幻传媒的董事长 是88年 资深来到美国 读音乐博士 所以现在呢 也是有一份 我们叫 为我们中华文化有这个情怀 多半的时间就是为我们这个海外的文化来付出我们的努力 所以今天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抽抽百门的时间 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是刘晓庆 给我们的经典电影回顾 中华文化 特别是在影视界里面 有刘晓庆 他拍了三百部片子 中国的无论是百花奖 还是人民 还是各个的奖项 他都获得了第一 但是他今年 确实是 已经是四十多年的生涯 准备在我们的世界全球呢 他要冲破我们的国界 来把我们中华文化冲向好莱坞 所以我们这一场晚会 其实就是一个热声会 为他的电影金曲 来做一个我们的回顾 让我们每一份人 每一个人 都有一份小花 都有我们的记忆 所以感谢大家 我相信在这一台晚会 等一会大家有什么疑问 我们都可以贡献我们智慧 我们争取把这一台晚会 打造成有约 最有质量 有视觉 有听约的一份最大的 一个文化晚餐 献给我们的社区 献给我们的公益 献给我们在影视 这个 道路上的奋斗者 那我们的团队 刚才也有介绍 有金牌组织人 小英 也有我们的音响大师太阳 所以我们在共产 方面是非常好的 而且巨产 也是非常好的 是QCC 意识中心 他们有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希望大家能够 在3月2号 在3月2号 光临这一台晚会 好 是我的方法 然后呢 下面我们就要请我们刚才 我们的潘主席也特别提到 在我们 一锦生博士 也是我们 缅接电视剧 投资人的 大力的这个囚画 和准备之下 和我们的好莱坞 已经取得了很多方面的沟通 这一次的小兴姐 有可能就将有机会 在好莱坞 来实现自己的 武则天的电影梦想 下面我们请出 易锦生博士 给大家讲话 谢谢 首先我特别感谢 今天项目来这儿的朋友 我们都是 从一个角度来讲 都是草根 正因为我们 才有升天大树 我是1985年 从北京大学 来美国留学的 我是第一位 在北京大学 拿到 美国的全俄奖学军 五年 我来学什么呢 学文学 用西方的眼光 重新解释 中国的文化 读了十年的书 又去华尔街工作了 十年 那么我学到了一个道理 我们都喜欢文化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把文化 变成一条精子的大道 我出生在成都 成都的动物园 离我们家很近 那儿呢 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 熊猫 这个熊猫就很增 它就跟你要吃的 或者就吃竹子 翻跟斗 可是你看 它经过好莱坞一趟 就像经过了 我们的美猴王 去了玉皇大帝 面筋努一练出来 火眼金睛 一个军斗 十万八千里 还有个使命 可以去西天去经 同样的一般的熊猫 去了好莱坞 就变成了功夫熊猫 它就变成了一个有使命的 我们可以跟它对话的 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东西 一个卖面的熊猫 转身就变成了一个可以保护它家园的奋斗士 所以好莱坞的作用 就是把我们的想法 通过特别的讲故事的方式 变成一个全球产品 一个功夫熊猫 可以第一步出来 实际上就是一双筷子 一个碗的故事 两只碗扣一起 就是一只熊猫 一双筷子 就是我们知道的小青蛇 当它一出来 就变成了4.5亿美元的全球票房 那第二年十一个亿 第三年十六个亿 马上功夫熊猫第四 就要出来了 三月份 这里边有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怎样才能把 孩子都能听懂的一个故事 从一般的人 变成一个不一般的人 让全世界为我们的故事满单 怎样在好兰屋 在美国 讲好我们的故事 这是对我个人的一个挑战 所以当我被介绍给刘晓庆的时候 她叫庆姐 那么她是我的好朋友 北美吹歌 她说小青最近写了一本书 牲口可以从头再来 是她做的 推行 发行 没关系啊 人都要跌倒的 跌倒了爬起来就行了 一个人的一生90年 你能够保证不能够跌倒三五次吗 跌倒了以后爬起来 拍掉身上的灰 再往前走 她走了五年吧 她又演了一个电视剧 五十五集 叫做《我有一个梦》 别人就说她专门 七十岁了 从十七岁演到七十岁 她说你敢写一篇文章 我喜欢写文章 我写了一篇文章 小青姐看了以后 她说一千万人 转载了你的这篇文章 那么我跟她成了朋友 我们就一块成了好朋友 我 潘主席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 我们都是六十多岁的人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了 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故事讲好 然后就有了 刚才你们听到潘主席说的 好莱坞的小青的故事 武则天 她怎样成为一个媚娘 就是the ordinary girl 通过玄美进了后宫 成为中国的女皇帝 从草根妹妹到中国 吴满庭 吕皇帝 这条路上 发生了什么 所以要请大家期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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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感人的一段发言 可以说 我们现在社区 除了大家平时的一些文艺活动 尤其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是非常热烈的 我也知道 薇薇姐在纽州西也是干的 如火如荼 但是呢 我们现在 有易锦生博士 这样子 在投资华人的影视作品 这还的确 是开了一个先河 也是一个新气象 我们祝愿它 能够取得更大成功 好吗 我看到乔丽华主席来到现场 来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我刚才念你的名字 你还没到呢 来站起来 站起来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请出的是本次活动 可以说 在一个活动中 最重要的角色是什么 是导演 对吧 电影导演 舞台 我们这个演出导演 导演呢 是谁呢 也是我们新派文化的创始人 是我自己的好朋友 小英姐 小英姐原来在我们电视广播界 那是名头响亮 曾经在我们华人最大的电台 担任台长 那么她现在呢 和我们东明强强联手 共同举办刘晓庆的经典回顾 以及迎春晚会 掌声献给我们的导演小英姐 谢谢成员 给我带了这么高的帽子 那个 大家好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我也非常的荣幸 能得到潘先生 还有东明老师的一个信任 担任这场晚会的导演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比较特殊 也有挑战性 我觉得小庆姐呢 她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 上面写的是电影 我觉得她是影视也都很全了 还有写书 然后还经商 行行都显得她那么的出水出容 刘晓庆代表应该说是中国电影的一个时代 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在我们的早辈还有晚辈当中呢 她都是一个桥梁 因为有人说 小庆是多大了 她还能演跨年龄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反正对于我来讲我做不到 我想对大多数的演员来讲也很难做得到 她经历了人生的坎坎坷坷 但她依然就是顶流 我也希望呢 我们今天哈 在这里呈现出来的一个新闻发布 能给我们3月2号的晚会 带来更多的精彩和悬念 在电影和人物故事 还有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需要这样的人物 需要这样有勇气的人 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需要有勇气的人 来挑战生活 来装点我们的生活 我也感谢各位的支持 同时呢 我也希望我们各位支持我们影视 或者是我们文化生活的企业家 能够共同来推动 这台晚会的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我们导演的精彩的发言 那么最近呢 我们新派文化的大量的活动 大家都可能在社区看到了 希望呢 在今后呢 我们能够更加的多元 能够在文化上面 把我们纽约做成一个华人的文化重镇 好不好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的这一位 她呢 不但是自己 是一位出色的艺人 同时呢 她也培养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儿 她女儿呢 曾经也曾经在跟我学过 这个表演和口才 所以我对她是非常了解的 她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也是我们这次的舞台总监 平惠子 掌声欢迎 大家下午好 很荣幸我能够站在这儿 首先感谢我歌大的学长潘总 他的邀请和我作为一个演员 我们的前辈东明老师的邀请 能够参与这次活动 我也是好莱坞演员工会的演员 也上演过好莱坞上台部电影 当然我的专业是声乐 这次能够和大家一起 对我的偶像刘晓庆 这次能够来纽约 并且参与这个好莱坞大片 武则天 我觉得我是邹庞贷的 应该加入 因为我在日本看的第一部电影 就是《喜太宏》 就是刘晓庆出演的 所以那个时候还记得熬夜 在留学生上店租武则天的录像带 熬夜在看她的伍妹娘的传奇 所以刘晓庆作为一个演员 或者作为一个前辈 她整个的人生就是我的榜样 我觉得什么都可以重复再来 况且是这么优秀的一位前辈 我一定会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平慧子 平慧子不但是说的特别好 而且唱的也更好 下次我们有机会 要听一听您的歌声 刚才我觉得所有的主办方 以及协办方 以及我们的各位在场的 我们团队的发言 现在还缺一位 对不对 我们已经期待已久了 也是我们的孙哥 来来来来 孙哥 今天打扮的像央视的导演 坐在下面 说两句好不好 给大家拜个年也行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 旧与新知 亲朋好友都是很久不见 是不是 在这里老孙我姓孙嘛 叫老孙 因为胡子白了嘛 实际上我才35岁 是不是 好在这里祝大家龙腾虎月 龙年大吉 龙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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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 非常感谢东瓶老师 小林老师 以及我的 长连老师 受到此次的指邀 来为如此盛大空前的一场活动呢 近一点我自己专业方面的微波之力 我希望把所有的这些事情呢 我们都能搞得越来越红火 让这场演出成为 虽然不能够绝后 但至少是空前的一场盛世 一场2024龙年的大吉的盛世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一听他这个声音 比我还有磁性 我们这个孙岛不但能够这个做音响 他还能做词做曲还能唱 这样子有机会 我想在这里说一句总结的话 因为我刚才听了我们很多的团队的发言 我说一句什么话呢 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刘晓庆 那么我们可以自己想一想 在你的心中刘晓庆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3月2号那天 再见到刘晓庆本人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看看心中的刘晓庆 是不是光彩依然 在舞台上挥发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好不好 东明一会呢我请你帮一个忙 如果我们主席台上谁需要发言 请你递一下麦好不好 那么我们下面要请我们这次参演的代表 也是我们新泽西爱乐合唱团的 胡薇薇说两句来 大家好新年快乐 祝大家龙年大吉 那么今天很高兴受邀来参加这个刘晓庆电影经典回顾和2024龙年新春晚会的这个记者招待会 那么刘晓庆呢是我们心中的女生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团队 新泽西爱乐合唱团来参加这次的演出 我们会全力以赴 为大家为社区奉献一台美好的演出美好的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 祝演出能耳成功 感谢主办方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特别期待听到我们爱乐的美妙的歌声 我相信当天肯定你又有新的作品 好的刚才呢我们的东铭我们制作人说了 我们的下面的时间是open mic 所以我们要滚动请我们在座的各位嘉宾致词 刚才呢我在报嘉宾名字的时候有几个地方呢 需要跟大家重新修改一下 一位是我们的华人喜荣协会的创会会长栗胜利 同时还有我们的太阳能集团的副总裁和执行董事 Jessica 好 下面我们的 有没有谁需要更改或者是说错的title 对没关系的 我们现在可以给你们重新训练 红太阳来了 今天来红太阳来了 哦红太阳来了 哈哈 我不知道讲些什么被两个身边的美女 还有小英姐姐的美女感动了 她刚才讲的话都是有支持有文化的 像我这样福建人能够参加这场活路 来这里开心吗 我感到的高兴 首先我代表美国福建同乡会 及全体统人在这一场 这活动都取得圆满成功 最近呢我们潘主任和杜明大哥 杜明大哥前几天一直发我微信 说承恩要参加 当时他发了个微信给我 我根本不知道 后来他的微信给我 哦杜明大哥邀请我承恩来 我必须要来 因为他在社区上也做了很多工作 文化界了 每一场他也拍了很多 好像当记者一样 所以说我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在这里开个新闻华部会 这个我们的潘主任 潘主席能把这个 小青姐姐带到旅游 是我们华人的 骄傲 是我们华人的经历 多少人 我刚才看到他的片段 是1979年 70年就来演这个电影 给人们带来的喜怒哀乐 人生就有喜怒哀乐 取得更好的成果 所以说这去台 在纽约 演这个电影 或者演唱会 我们用最热烈 最有真心的欢迎他 给我们华人带来的 这个 这个给我们带来的 稳定一切 给我们华人带来的 这个很有荣幸 很有关容的一件事 再次我也祝用在座的 各位媒体 都很熟悉的 旁边的都是我的大哥 我要向你们学习 在新的一年里 龙马精神 龙的是我们华人的 就是说象征 一定 今年带来的龙的吉祥 在座的出席的 我的朋友 我的好大哥 祝你龙年吉祥 家庭平安 远远幸福 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陈主席的祝福 这个声音非常红亮 而且只记得美女 忘了帅哥 把麦克风给我 我们接着往这边传过来 来乔主席 先自报一下 然后再说话 大家好 我是乔里卦 是美国王人华侨 社会联合会主席 昨天我们也办了一场演出 叫做阿米尔四 美国纽约传版 散音还是不错的 从不同的角度 能够在不同的舞台 不同的平台 能够传播我们中国的文化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在此我借这个机会 代表美国华人华侨联合会 东明也是我们的会员 昨天 前天我跟谁啊 跟潘主席一块儿 见了面 一块吃了饭 然后再让我参加今天这个活动 警长慢感还是晚到 真是对不起 那么在这里我想 农年呢 祝大家呢 这个农年大气 身体健康 何家幸福 然后呢 这个万事如意啊 给大家拜年了 另外呢 这个主题呢 是有请刘小庆 这个电影经典回顾 2024年的龙年迎春的晚会 3月2号举行 我想呢 因为我这一次会在 会留在美国 会留在纽约 就不会出去 所以为了 争取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我想我们这个 呃 他主席 这个活动很有意义 谢谢啊 另外呢 刘小庆呢 给我们刚才我们很多的 这个专家 这个学者啊 因为我本人也是个学者 那我在宾西法尼亚大学 博士法尔的学者 啊这个 这个 我是陪着北京 对白金银漫威大学的 那个 那个 那个业长啊 一块做了担念的博士法尔的学者 然后呢 大家在一块呢 都是来进行 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啊 那么拍这个 电影 不折天 因为我 对于小庆的印象呢 就是乔治一家 只能开始认识他 还有那叫什么来着 小花 对不对 哎小花小花 对对对 那个 陈冲小花 这个 这个印象很深 这个演员 很了不起啊 他的生平 他都 一直在赞 赞 不错 那我就不重复了 刘晓庆呢 我的印象里面 我看他一个演出呢 就是乔治天 啊 他的年轻的时候呢 是用那个叫樱桃演的 啊 那么后期 所以刘晓庆本人演的 演得非常的 非常的到位 啊 这一次呢 拍这个电影 那是江桂柳 具有很深远的影响 啊 对于我们东方的文化啊 啊 然后呢进行在国际上的弘扬 是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啊 所以我想啊 我们美国 华人华侨 社团联会 啊 还有刘东 那个叫谁 刘比华 常务副主席 都在这儿 我们会积极大力的支持啊 好 好 谢谢 谢谢各位 好 各位嘉宾 啊 欢迎你们今天大年来到这里 参加潘总和邦明哥 为大家准备了这么好的一个盛宴 其实我是常务 常务主席 徐红红 其实说起小倩姐啊 我有很多的感慨 我在23岁就和小倩姐家 在深圳的海滨花园是邻居 我俩家的房子只差两栋 98年 我们在深圳青年同时接受采访 我是封面 小倩姐整大一篇文章 后来有读谱原因 其实和小倩姐一直都很吃贫之交 这一次啊 在潘总和邦明哥还有邦博士的整个的这种组织下 这次可能会和小倩姐真是近距离的卸除 希望这一次小倩姐的各种风采 让我们看着她现在这个年龄 应该会做得更加的 给我们华人的女性代表 绝对更加是杰出的佼佼者 谢谢大家 新年快乐 大家好 我叫刘运崇 与美国人同乡会的费打 今天很高兴 受到邀请了 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 这里呢 我非常感谢潘主席 一博士 牛博士 我要介绍一下的 牛东明博士 他也是我们 旅美湖南同乡会的峰会 他的社区的声望比较大 但是他愿意做旅美湖南同乡会的一个护博士 证明了他这个人有爱心 有责任心 愿意为乡亲 为在美国的湖南乡亲的服务 我感觉 今天因为是刘小青的这个发布会 所以我们再说一下刘小青 我和她还是有点缘分 因为一个是 我也姓刘 刘东明也姓刘 刘小青也姓刘 这是一个缘分 还有一个缘分是什么呢 几年之前 旅美湖南同乡会 的营群晚会 刘小青是我们的特邀嘉宾 当时我是旅美湖南同乡会 指派的接待人员 我和她有经历的接触 在这里我另外还讲一下 我们就在潘主席 刘博士 一或是他们做的这个事情 非常有益力 特别是一或是 她就是她的电视馆 因为我们 我们华人来到美国 我们追求的东西很多 但是有一些经济上的东西 我们是很力感见影的 但是文化和历史的一些东西 是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这一点我对他们的政治 政治提出是非常敬佩 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不容易 因为我本身 我是大纽约中文学校的 那个副校长 做个董事 然后也是 纽约香气整备的副主席 我知道做这些文化的东西很不容易 所以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然后呢 今天我就少说两句吧 然后我就是做在座的隔壁 新年快乐 人年吉祥 祝晚会成功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Leo 那这次也借此机会给大家拜个年 也感谢潘主席和伊博士的机会 给我这个机会 能够和他们一起协办这场活动 然后呢 这个主要是讲到小庆姐 那我在纽约也是因为 义博士的这次七言小合 也给我一个 这个很surprise的一次 然后和小庆姐本能的话 也有接触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然后一整天待下来 觉得她非常平易近人 那从这个像义博士的八 八几年就已经来到美国了 那我九五年以后才出生的 所以呢 从我这个角度去看庆姐的话 也是感觉这个整个人生 那给很多人这个 作为自己的榜样也好 对吧 从这个书中给很多人启发也好 那确实是感觉非常的震撼 和她一整天下来的接触 也觉得这次发布会 包括这次的活动 我们都要为每一个华人也好 代表我们这个华侨也好 积分自己的利 好吧 谢谢大家 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 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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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刘先生 跟还有一个地产 经济那个人 啊 的邀请 参加今天的刘晓晴 啊 这个今年回顾啊 新闻他不会 我是那个喜龙协会的唱会 呃 呃 刘晓晴 40年来 我从小 从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就一直看他的电影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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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名气是比较大的 啊 他 养过很多的电影 是吧 我在大陆是经常看他的电影 但是在美国没有看到他的电影 一句什么啊 因为公这个问题啊 那么 最后我就是说 绿洲 啊 3月2号 刘晓晴 啊 这个活动啊 圆满成功 但是我最好说一句啊 呃 十字起了是说 任何一张活动 大家都是 要付出代价了 有钱的啊 啊 你说呢 那么我们在座的就是说 凭借自己的爱心 是吧 每个人呢 是吧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是吧 最重要的是出钱 没有钱 什么事情都不好办 是吧 这个活动 是不是啊 就是我热闹的想法啊 啊 谢谢大家 祝大家新年快乐 观世主义 谢谢 好 大家好 我是惠宗金融集团的 陈契君 杰米 啊 很高兴很荣幸 今天说到那个东立大哥的邀请 啊 刚才听到那个 那个 叶锦森博士讲的 我们作为 一个龙的船人 今天今天是冰点是龙年啊 觉得非常的应景 啊 我没想到就作为一个 来美的移民一代 啊 作为在美国的创业者 能够非常的荣幸的参与到 中华文化在美国的一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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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几件刚才的一篇 漫画让我非常的感触 啊 但就作为 呃 劉小庆是中国电影的一代人 一幕代表啊 啊 她的路板西从她的电影来说 她是非常有具代表性的 但是我觉得她的人生 她的呃 呃 在最后 呃 呃 感谢她 请我们来 这个是我们 刘大哥 是我们大哥 我是 谢谢 呃 谢谢 同时做刘小庆 电影进行回顾 2024年3月2号 圆满成功 谢谢 各位朋友 各位来宾 大家 下午好 我是 呃 美国 乔联会常务副主席 也是 纽约 防火化验的院长 我在这里呢 对那个刘小庆呢 我也 讲一下 因为我跟她 有一个啊 亲密的结束 她是 不是 就是比较啊 近距离的 结束 结束过 在2014年 4月16号 她来 纽约 进行那个 风华绝代的表演 她在纽约 选了两个配角 一个是我女儿 所以呢 我的太太呢 就带着我的女儿 参加了她这个 公华绝代的表演 所以呢 这里有新岛日报的报道 啊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发给记者了 啊 也有很多照片 所以今天呢 也感谢那个潘主席 那个刘东明 老师 还有益博士的邀请 来参加这个 啊 记者夸步会 所以呢 我觉得刘小庆 都是我们心目中的 女王 所以呢 我很高兴 能够参与这次活动 谢谢大家 我叫Julie Wang 那么我是从台湾来的 我没有听过她的名字 我这次有机会呢 希望能够看一看 这位的绝代佳人 而且大家都那么支持她 能来传扬她 她能够有起婚那么多年 四十年 是相当不容易的 可以做我们女性的一个代表 我们可以就是向她学习 她的经验 也就是我们将来可以学到的 谢谢大家 大家笑好 我叫KC 我是美国华人商业联合会主席 以及创副国际董事长 今天我非常荣幸受邀来与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主题 弘扬中华文化与定音 一代天后五则天 中国拥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 拥有流产的传统艺术 是我们民主的威宝 而电影作为一个 常有力的文化 表达方式 有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因此 将中华文化与电影相结合 不仅可以传承 与弘扬我们民主的传统文化 还可以激发更多人 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乐爱 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与深度 而推动与弘扬中华文化更是各位延华只剩 海外游指的一个使命与责任 在此 在此我衷心祝愿 我衷心祝愿 电影《武则天》新文化部会 及演出 也圆满成功 对潘伟湘主席 刘都明 董事长以及他的团队 为弘扬中华文化 以及电影艺术 做出不遗余力的推广 表示有终的推出与赞伤 同时也祝愿各位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大吉 今天我愿意分享一个 很兴趣的题目 推荐中国文化 通过剧场 中国拥有很长的历史 和芸图論 非常的 leaders influence and appeal therefore integrating the culture with all of the cinema not only preserve our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allows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Chinese culture and further inspire more people to experience the charm and depth of Chinese culture Let's join hands together to contribute our efforts to promote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ank you all.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讲不过你这个要看才艺的 我还一毕业的 大家好 我是联合体肠的这个负责的Henry 也是驻美商会的常务会会长 也是全美狂粮华厂联合组织 这个纽约分会的执行会长 那我称能会长是我们会长 很高兴这个潘总今天的邀请 然后在这里 很高兴参加了今天的这个电影发布位 能在这里见证历史的一刻 在这个青春之际 我祝愿大家龙年吉祥 心想事成 谢谢 谢谢 刚才我们听到台上这么精彩的发言 那么借这个机会呢 我们也问一下台下有没有哪位 想要借这个时间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的 也可以把麦克风递给你 有的话 那请您麻烦再出来一下 谢谢 我给刘晓晴当发言 好的 对我们请几位代表吧 站到前面来对 这样我们的摄影大哥 免得还要绕过去拍您 大家好 刘晓晴是一个极富盛影的中国演员 但是呢 在西方世界呢 却是比较少人认识的 他的演技是无庸置疑的 他是在14亿的中国人里面 非常精湛的演技 还有表演天赋的一个人 所以说如果这次 我们有机会把他 拉到好莱坞 让好莱坞 认识中国人在这个 成熟的演技 对生活中历练出来的演技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用生活的方式 感染这个好莱坞 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哲学 以及人生的看法 所以说呢 刘晓晴冲刺奥斯卡 最佳女主角呢 是我们大家众望所归的 也希望大家一同来支持这个项目 谢谢李杰森博士 把刘晓晴带到我们社区来 然后我有幸作为那个 刘晓晴姐 所有的聚会的一些翻译工作 是由我来进行的 那我很荣幸 今天也可以参与这个社会 就感谢今天大会主席 潘文湘主席 还有易晴冲博士 还有刘冬明主席 的一个 智力提携海外华人 领受巨星光彩的这个活动 希望大会圆满成功 而且小兴姐可以做 跟海外华人的标杆 带领我们走向世界的主流 好谢谢 谢谢 好 那么我们请一下 秀秀秀秦秀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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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ė Sabb�� 来站到前面 来 秀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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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maj 只是希望劉曉青3月2號圓滿 就是晚會圓滿會成功 然後我在這裡預祝大家 榮年季翔新年快樂 謝謝大家 好 那麼我們這邊還有一位是 綠葉舞蹈團的團長 來 大家好 我是綠葉舞蹈藝術團的團長 今天有幸受到潘總的邀請參加這個大會 我和劉曉青是一代人 我們整整觀看了從小花開始的出名著 直到現在 她是一個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中國偉大的女性 所以我很榮幸參加這一次晚會的舉辦 謝謝大家 也謝謝我們的潘總和各位的導演 好 我們一桌三月二號的晚會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那麼在這個時刻呢 我想請我們在座的各位 在座的各位把你們面前的海報拿起來 我們合個影 大家要小心不要碰到被子 下面請我們所有到場的嘉賓 一步到舞臺上面 讓我們今天 用我們的 這個 炸場的人氣 好不好 來一張喜慶大合影 我們的皇后的劉院長太太趕緊過來 還有哪一位 大家都過來 都過來 做一個留戀 小英姐來 都到後面 都到後面 都上來 各位 請大家站在後面的時候 聽我說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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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能夠在這裡舉辦新聞發布會 我們也要特別感謝我們的千禧 我們一起把掌聲獻給他們好不好 我們千禧的老闆在哪裡 在哪裡 在這裡 哎呀 你不說兩句話行嗎 來來來 把麥克風提過來 是不是 歡迎我們過來 來說兩句 非常歡迎大家到千禧宴會廳 來 來參加這個 劉小青的發布會 然後在這裡特別明顯 劉東銘大哥 非常對我們千禧宴會廳 非常的 人在哪裡 非常地照顧 在這邊的橋裡 都是在加法 甚至這邊 舉足足輕的 大人物 都非常 出來一點 舉足輕重 對 舉足輕重的大人物 到我們的千禧宴會廳 讓我們盆壁聲揮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謝謝我們今天來到千禧 也感覺到 煥然一新 這個裝修好漂亮 以後我們要經常在這裡舉辦 一段活動 好好好 謝謝大家 來我們一起 看著我們的攝影師 首先看誰 最好誰拍照先舉個手 我們可以能幫助演習 對不對 常常都叫到你 坐到後面一下 拜託了 你不得捨在 往後 照不到了 請到後面都照不到了 好準備 好 先拍照 我們先拍照 一會兒我們一起拍個video OK 看我這 看我這 看我的手上面 笑一下 那個是第一直播手 取下來 我拍了我亂拍 對我們先給我們今天到場的新聞記者 包括我們各大媒體報紙電視電台的 我們所有的這個攝影大哥 露出我們燦爛的笑容 好的我們現在看我們後方的 弘一大哥他在跟我們拍video 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要說幾句好不好 這樣我們氣氛更熱烈一點好不好 我們一起說 祝願演出圓滿成功好不好 就說這一句 聽我的 321 321 321 祝願演出圓滿成功 等一下等一下 後面你把祝願演出圓滿 好 好這個非常好 這個導演的這個 特別有導演的這個實力 和我們這個要求 來 我先說 祝劉曉慶電影經典回顧 即2024 農年營春晚會 圓滿成功 再來一遍 再來一遍 我又得念一次 好 祝願劉曉慶電影經典回顧 即2024 龍年營春晚會 圓滿成功 大家鼓掌 謝謝 再次感謝今天到場的所有嘉賓 下面呢 我們請各位企業家 劉步 和我們的製作人一起 共襄盛舉 為我們本次的活動 盡微薄之力 謝謝大家 興奮 要是 竹子 成功 然後 然後 像 然後 清酒 增人 中文字幕——YK